麥克阿瑟曾說 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 为了守护这块土地 成千上万的国君前辈 不论是捐躯沙场成人取义 舍己救人成就大爱 或是埋守山林献身建设 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故事 流传在天地之间 我们制作小组上山下海 穿越时空 就是为了找寻 这些珍贵的君史记忆 让我们与前辈袍泽 那一脉相承的革命情谊 更加紧密练结 各位官兵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看到我就知道 今天的君史探究 我们又来到了马祖列岛 从南根开始 我带着大家一起去了 北干还有举光 今天要去的是东影 东影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离岛中的离岛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中柱港 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军史景点 蔡老师你真的是越来越专业了 都快要取代主持人了呢 没有啦 配合举光原地的脚步 跟着大家一起探访军史遗迹 了解前人走过的痕迹 就是我的荣幸啦 那我们就赶快吹着海风 一起去军史探究吧 走 在马祖四乡五岛之中 东影位在北干乡的东北方 距离马祖行政中心大约55公里 而距离台湾本岛则有175公里 从地图上看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东影岛不只是马祖北方的支撑 更是台湾本岛的屏障 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东影就称东泳 传说在很久以前 福州东北方海面上 一夜之间涌现一座小岛 所以叫做东泳岛 而且在马祖列岛当中 以东影的海域最深 早期桃海的渔民 驾着帆船航行到此 发现激浪最大 这也是取名泳渍的由来 要来一趟东影呢 搭船是最直接的方式 晚上从基隆港搭船 早上就可以到达中柱港咯 曹老师我发现啊 这里跟南竿的福澳港 有一点像耶 中柱港是进出东影的主要门户 你会这么说 是因为这两个港口 都具有浓浓的军事风情 从海上就能看到 很明显的金钱标语对吧 对啊人还没上岸 精神就已经武装起来了 没错 这就是马祖的战地精神 这里有一块中柱港的 落成纪念碑 上面记载着当年新建的历程 我们一起去了解吧 走吧 中柱港是马祖地区 两大深水港之一 腹地广大 可以停靠大型船舶 港区设施齐备 而新建中柱港 可以说是改变东影命运的 历史大势 当地居民生活动线 随着港区竣工而改变 南澳码头从此失去功能 港口大楼后方岩壁 民科有中柱港三个大字 船直进港时 数公里外就可以看见 是东影的重要地标 这也是军民共同建设地方 创造双影的典范 而中柱港附近的中柱岛 是位于东西影之间一座岛礁 房区增建豪宝 使之成为坚固据点 加强景观美化 民国78年间 中柱港以及中柱堤先后完成 占地军事及经济建设 一显完善 东影军民感念金国先生 身后得责 遂于中柱岛上 新建感恩庭 亲切自然奉献牺牲 这八个字 正代表着他一生 为国付出的精神 外里岛的风光和本岛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柱门 是一个临近中柱港的 房谷半圆形城墙建筑 在城墙的最上方 有一尊持枪守望的军人雕像 永远守护着战地 这位坚守岗位 永不下哨的卫兵 有怎样的故事呢 请曹老师告诉我们 这座雕像其实是有名称的 它叫做阿盈 很多在东影退伍的老兵 回来都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他拍照 那他们在拍照的过程 也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经过了海岛的 多年来的风吹日赛 阿盈的衣角都破了 没有人补 然后他们就写了一封 文情并貌的陈情书 给相关的单位 希望他们可以为他油漆 补衣赏这样子 因为当初阿盈 站上这个岗位的时候 他是中尉 老兵都在讲 他已经站了四十多年 也应该站个上校 或者是中将了吧 但是在讨论之后 他们决定还是维持中尉 因为呢 你有看过哪个将军 是战校的吗 穿过中城门 从东影岛的中路 石阶而上 是东影最繁华热闹的一条街 中路保留相对完整的 传统闽东式名宅建筑 岛上因地势自然形成 南澳 北澳 狮子村 西隐三家村四个聚落 但是行政上只分为 乐华村和中柳村 而中路正将两个热闹的村落 一分为二 东影岛地势起伏 所有建筑依山而建 随时随地都得在斜坡上行走 岛上的住宅依山面海 层层错落 大部分都用花岗石建造而成 成为福建沿海建筑的延伸 也是马祖列宇的建筑特色 曹老师我听说 东影这边的历史 很多都跟一个旧纸布息息相关 那这个旧纸布呢 是指野战医院吗 还是指旧护战呢 嗯 都不是哦 所谓的旧纸布呢 指的是反共旧国军指挥部 也就是从前 闽着沿海游击部队的总成 哦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 这边有那么多的队徽啊 那这些单位 现在都还在东影这边服务吗 嗯 在今时之后 部队的编制和遗忘有些不同 有些在 有些不在 如果我们要了解 东影部队的历史 就一定要去史料 要收集最丰富的东影队史馆 哈啰 你们好 欢迎来参观东影地区 指挥部队史馆 我们往里面移动吧 来 这边请 哇 宇轩这个队史馆很大耶 不像一般队史馆的规模耶 我想要问一下说 就是这个历史文物馆的牌额啊 为什么不挂在这个文物馆的上面 要摆在这个地方啊 那这个呢 就由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哦 反共旧国军这支部队呢 其实在国军的历史上 它是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部队哦 那所以这个牌匾呢 我们当初52年至今哦 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 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作为成展 所以一进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牌匾 放在我们这个主厅正中间的位置 那反共旧国军呢 这个名称 这个番号 其实过去就是我们 东影地区指挥部的这个名称哦 刚刚新建完毕的时候啊 这一整间呢 其实我们是作为迎宾馆使用的 民国52年之后的这个几年啊 长官来这里 市岛的时候啊 都会安排他们住在这个地方 那后续呢改建成队史馆 存放了我们这个 东影地区指挥部的文物 东影地区指挥部队史馆 是陆军唯一设立于 营区之外的队史馆 也因此成了一个有名的观光景点 刚刚雨萱一直提到的 反共旧国军 以游击战斗为主 是东影指挥部的前身 在民国49年9月9日编程 当时其所担任的角色 一直是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们可以看到展示柜 反共旧国军的官房硬性 是呈长方形的样式 有别于一般正规部队的正方形 雨萱为我们解释了缘由 反共旧国军呢 其实过去啊 它是在东南沿海的一股武装势力 它并不在解放军的统治之下 它也并不是中华民国国军的编制 所以反共旧国军这支部队 为什么刚才说 它是在国军里非常特别的一支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反共旧国军其实过去 是由非常非常多的游击队组成 我们以马祖一线 凡是上方江苏以及浙江的反共旧国军 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江浙反共旧国军 坐落在马祖的为驻地 那我们从这个马祖以南 福建以及广东 它就是我们的福建金门反共旧国军 它的驻地就在我们的金门位置 民国38年政府牵台之后 在民国39年正式有驻军 驻到这个东南沿海的小岛 那我们派遣国军过来时 才发现这个岛上 已经有它的武装势力存在 那这些人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困苦 他们连饭可能都吃不饱 所以呢 我们的中华民国国军在登岛的时候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发给你们军饷 但是我们可以让你们吃饱饭 就把他们那边为我们这个 中华民国国军的这个部队之一 那过去所执行的任务 其实非常的这个困难 除了这个游击战斗 它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当韩国战争爆发的时候 为了把北方北韩这边的解放军势力 转移到东南沿海 让这个韩国战场的压力 没有那么吃紧 所以反共救国军当时执行的 都是上百场的游击战斗 非常非常的深刻 反共救国军后来逐年停止了 对中国大陆的行动 改以静态防御驻守在东影乡 民国87年因金石案生效 反共救国军裁册 改编为陆军步兵第195旅 并于95年金金案改编为陆军东影地区 指挥部延续至今 了解了这段沧桑军史 大家都觉得很感动 这些文物史料的保存 都要靠部队悉心经营 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 才能够圆满地保存下来 而说到保存史料 现在来到的东勇日报成展区 它本身就是一个记录历史的重要媒介 随着时代演进 虽然这份报纸早已停摊 但当年可是房区军民很重要的精神食粮呢 诶 雨昕 我看到这里写的东勇日报 还有这个门啊 它是因为东勇日报之前的旧旨就在这里吗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东勇日报呢 它是在民国46年的时候成立的一个报社 那过去呢 因为岛上战地真务的执行 所以我们都不能私自的拥有相机或者是摄影机 所以我们岛上所有的记录 包含对史馆所有的馆藏 都是由东勇日报社所拍摄下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勇日报的这个时刻 其实它是一个落成制 那东勇日报社过去的旧旨 其实是应该在介绍堂这个位置 那我们把它移过来 这个中间的过程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勇日报社它的旧旨在县地 有没有看到这个颜色的字 它的背景跟其他的石头不太一样 就是过去我们有发现 这个东勇日报社旧旨的这颗字已经不见了 那因为这是非常值得留下来做一个这个纪念的一个这个纪念品 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个东勇日报社当时上方的这些招牌 跟这些大理石的颗字 以及啊它的落成制的这个石碑 赶快拆下来放到对史馆 那当时呢就是由我拿着这个打石机 爬到旧旨的这个门框上 利用打石机咚咚咚的方式 一个一个把这些石碑给打回来 所以在这个后续才有现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到 想不到宇轩除了在东引对史馆 称职的扮演使政解说 也曾为抢救军使尽了一份力呢 另外我们在馆里也发现了 有着众多官兵签名的立功保证书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过去的国军的官兵 在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 我们都要签这个立功保证书 他做了一个这个精神动员的这样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上面签名 表示我们会在这次的这个任务 尽力而为 然后奋勇杀敌 那里面呢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哦 这边签了一个叫蒋仲林 其实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国防部长 那蒋仲林先生任国防部长之后 他回到东营 因为当时他在东营是担任参谋长这样的职位 所以他看到自己的签名他非常的惊讶 那除了蒋仲林前部长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名人也在东营当过兵啊 嗯有的哦 像这个民国66年 有一位演艺人员叫做八哥 陆当这个大头兵哦 那在他抽签的时候发现 那个时候签条上面写的叫做旧职部 所以他的同僚就跟他开玩笑 啊没关系啊 你抽到的是旧国团指挥部 这非常轻松 总部就在松江路 让他心情啊好像很好啊 结果当他坐上火车啊 在播交的这个过程 没想到火车一路开到基隆 原来他是要去反攻旧国军 有这样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了 谢谢 指挥官好 指挥官好 今天的导长还满意吗 报告非常有收获 余轩刚刚跟我讲很多东营精彩的故事 那有没有提到王毅谦指挥官的故事 没有 好那我要特别为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第15任指挥官王毅谦将军 他在民国72年到76年的时候啊 任东营地区的一个指挥官的职务 在他任内呢 规划了东勇水库 中树港 东西连体的一个兴建 另外要特别说明就是 在休假制度改变的部分 当时啊 每个礼拜只有周休一日 是属于礼拜天来实施休假 他为了要照顾乡亲的一个生计 所以他把休假实施做调整 除了举光日之外 每天早上都有人这个弟兄在实施休假 另外要特别说明 他任内开放了计程车 公共电话的使用 他在调职的时候 他是以步行的方式走到这个中城门 那乡亲夹到的欢送 另外在他上船的时候 他从小船到外海 过程之中 全乡的渔船夹到欢送 并拦放鞭炮 那从乡民对王指挥官的爱戴 这个程度可以知道 可以应验了我们同岛一命 军民一家 他是最佳的一个写照 王前指挥官在任四年 用心经营东影 赢得了岛上所有军民一致的称颂 他的名字和事迹 到今天都还让大家津津乐道 感念不已 真可说是公在东影 去年五月 近九十高龄的王前指挥官 重返战场 受到防区军民的热情接待 也看得出国军一代接一代 传承着保国未明的优良军风 延续着过去军民 便手知足的奋斗精神 一起努力打造更安全更安康的东影 刚刚提到的反共救国军第一任总指挥胡宗南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前两周在举光原地中 胡上将的公子胡维珍博士 才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胡将军的小故事 大家看到的东昌阁 收藏了很多胡将军的珍贵文物 胡上将在民国四十年化名为秦东昌 率部驻扎在大成岛 设立江浙反共救国军指挥总部 两年内指挥反共救国军突击大陆三十九次 牵制沿海共军二十万人 海军船舰五万吨 使共军没有办法侵犯台湾 民国五十三年元旦 于东影落成的东昌阁 承斩胡上将的各项文物手札 希望能让后人了解其一生的战史丰功 及对东影的贡献 节目结束前我们来到刚刚提到的 王毅千指挥官任内新建的东勇水库 当年官兵耗时三年才完成这个 民生与国防的重大建设 水库虽然不大 但施工的艰辛与困难超乎想象 有人说历史的磕痕是很深的 因为都是牺牲换来的 饮水真的得私缘啊 在这个军事与民生相互结合的地方 我们期待永久和平的到来 还给这个岛屿一个云淡风轻 往事如烟 与世无真的未来 东影还有什么值得探究的军史呢 下一集请准时收看 拜拜